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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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这真是太好了 是吗?这真是太好了 这真是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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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不过话说回来 就从秦先生遇遇后 我们可久美聚归席了 是啊 回家让你们邀请就立马赶来啦 请一段时间先说 首长女士就在每周评论上争变得难解难分啊 的确 说来惭愧 前段时间呢 确实是跟李大哥争论了一番 那么这一次你想借这个会议的机会 再次向李大哥讨教讨教 请说 您之前提到 要解决当今的社会问题 那就必须从根本原因上入手 但是 想必在座的各位都十分的清楚 如今的这片大地上 军阀割据 各种外国侵略者的势力成熟不成 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 您不应该把问题一个个拆开解决研究 而是高谈些什么主义 妄想一次性解决问题 这也有些不切实际吧 事实说我们有些问题 我们当下车的环境的确实很重要 但这就是因为阶级压迫 所以得兴趣的阶级都这么顺利 在资本主义进行的国家 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去到达资产阶级 在我们这 同样可以用它做工具 去到达官员强盗 问题要研究 但主义一定要谈 才要高谈 改变群众思想非议之多 所以我们要加强宣传主义 解决问题的根本在谈主义 解决中国的问题必先随其分 是是啊 古人缘语 百姓如水 水能在周 义能复周 我们应该将主义宣传开来 让平民百姓知道该怎么做 倘若不谈主义 那无论你有多少种解决方法都好 没人认识听 那要解决问题 那才是妄想 我认为这都是空谈的 假冒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是极其危险 可以 这么说吧 如果王马子剪刀被一个叫汪马子的给假冒了 那么王马子关门了 这不可能 王马子应该在宣传自己来证明汪马子是假的 通过这个观点 一方面研究问题的使用方法 一方面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法 按照主义的线路做实际的运动 我知道了 大超同志意识是想把理想主义和实际行动结合在一起 博同志啊 你可要斟酌一番呢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 一切痛心疾首的中国人 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 谁不在苦苦寻求救国救民之路呢 而政府是如何回答我们的 刺刀刺刀还是刺刀 你要害我还要害国 你要救国还要卖国 百姓在身影 青年在流血 山河在破坏 我国在轮上 我们若再不合体 真对得起我们的子孙后代啊 李先生 我对不起你 我是他们怕来见识你的 可是你今天问醒了我 我也是爱国的 好 我很受这位青年同学的感动 在座的青年同学们 将有满腔的热情 何尝没有民族独立的一天呢 同学们 同胞们 我们北方的邻国劳动人民 已经站起来了 正高举着波执维克的旗帜前进 中国要获得新生 就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理